美丽中国型生态乡村游 今天我要带您到哪里寻找好吃的好玩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 舟山市呢位于浙江省的东北部 全是由1390多个岛屿组成 众多岛屿在东海上兴罗旗步 微微壮观 独特的海岛风情和美味的海鲜 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大批游客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舟山 去那里陆地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定海区去看一看 我现在是在舟山市 那据说舟山市啊 有1300多个岛屿组成 那景色呢 肯定是全国独一无二 到了这里啊 除了景色以外 那最吸引我的肯定是海鲜呢 您可能会说 海边的海鲜不遍地都是啊 也没错 不过要吃到最有特色 最鲜美的海鲜 那最好还是找当地的朋友 作作相当 大家好 我是敏敏 有敏敏在 我应该不愁 吃不着最有特色的海鲜吧 那肯定没问题 走 敏敏带着重阳 来到了定海的海鲜美食广场 这里经营的是海鲜大排档 50多家商户 一字排开 把最新鲜的海鲜 全部摆在店门口 等待着食客 来这里一饱口福 您从哪里来 我从我们这家宁波过来 这次他一过来 赶过来是吃海鲜的 觉得海鲜怎么样 这里的海鲜特别新鲜 味道来都非常好 我从杭州来的 觉得这里海鲜怎么样 很美味的 吃了带鱼 螃蟹 还有虾 还有贝壳类的 特别多 特别丰富 吃海鲜 最好的地点 当然就是在海边 吹着海风 吃着海鲜 看着远处 大海蓝天的美景 这感觉实在是太爽 太坚硬 你不是喜欢吃海鲜吗 今天点的这些都是它们 周山非常有名的海鲜 而且都是野生的 今天我就考考你认识里面的几个海鲜 吃个海鲜还得有考试 那当然 你看看 你认识几个 这是螃蟹 尼罗 这是木斗鱼 这俩 我看着眼神我不认识 你看如果考试满分是五分的话 你就得了两分 不几格 你要考我吃 我看那个这个 像这个螃蟹你说对了 但是这个是咱们当地有名的石蟹 像这个尼罗 你也说对了 像这个是海瓜子的 海瓜子 你这么一说的话 看那个形状还真有点像瓜子 所以你才想到 像这个是跳跳鱼 就是一跳一跳的鱼 对 它的一个肌肉很发达 能够马上从水里跳出来 这个是望潮 望潮水的潮 望潮 怎么叫望潮呢 他能够准确的知道 这潮水是行出圣的 就是根据它的生活习性气的名 对不对 那你知道这些海鲜是怎么捕上来的吗 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 就写的是像大海要吃的 像海产品越来越受大家的喜爱 像陆地上的食物 比如说鹅麦 麦一米 蘸一个水果蔬菜的 大家都已经非常识解了 但是海里的野生海鲜 到底是怎么捕上来的 您知道吗 比如说 这个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哎 明明 就带着重阳来到了马奥镇的餐厨 这就是最潮 我最潮的景色跟它四倍漂亮啊 你看那个海的远近的颜色都不一样 而且特别的明显 那等一下呢 这餐厨上就会留下很多海产品 我们吃的五样海鲜 这餐厨上就能找到四样 等一下看一下你能找到几样 现在还不算海捕的旺季 到了每年的七八月份 这里每天都会聚集上百名来自各地的游客 我们下去之前要先换鞋 下贪图还要换鞋 对啊 万一脚受伤了 小心被划伤是吧 穿上交鞋 就可以下到贪图里面找海鲜了 刚刚吃过的五样海鲜 这里面就有四样 这重阳能找得到吗 这里长潮就会变成海水 落潮就会变成贪图 说是要找海鲜 可是要想在贪图里走上两步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有些地方的海边 因为寒沙量较多 落潮之后会形成地面较硬的沙滩 这里因为寒沙量少 所以形成了这样的贪图 看着重阳 刚刚才走了几步 鞋就已经掉了 到了这样的贪图 看来还是不穿鞋更方便 我都没有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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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穿鞋了 我都没有穿鞋 那这个土里泥里不会有 没有穿鞋 不会被割伤什么 没有穿鞋 脱鞋多方便 脱鞋多方便 你在这个土里踩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到一个 让你感觉有异物的东西 跳跳鱼 我不知道那会不会是海鲜 明明 就在这个泥里就能找到那些海鲜 算了都在这里面 等一下 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 要找海鲜 就得往里面捉走一步 没过多长时间 重阳就有了新发现 这个有鱼 这鱼 咦 这个 这不是跳跳鱼 一条来一条不肺 肺肚 往哪儿 往哪儿跑 往哪儿 又刷出一堆 哇塞 这跳跳鱼 还真跟它的名字一样 在泥里一跳一跳的 又长到一样了 你看 开门红 那边有两条 哎 哎 没事 这完全是混尼摸鱼啊 每到天气好的时候 都会有本地和外地的游客 到这里找野生的海鲜 重阳找到了跳跳鱼 脚下也比刚才利色多了 它接下来找到的会是什么呢 大叔 哎 这不尼罗吗 是你刚才捡的吧 嗯 你捡了多久 能捡这么多尼罗 我真的能为了 两个小时 半个小时就捡了这么多 嗯 你捡这个尼罗 你回去是自己吃还是怎么用啊 是啊 自己吃啊 你来捡什么 你捡尼罗 哇 哇 这个大叔长了这么多 长长长长多 哦 大叔说什么 长长了就多了 那那小时长长长 可以大脚以后 现在就是我很多尼罗流下来了 哦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其实比这个尼的颜色 还是要深一些的人 如果常年有这个 捡尼罗经验的人 应该会很容易发现 但是像我这种 从来没有捡过尼罗的人来说 不是特别的好找 尼罗 外壳呈卵圆形 壳薄脆 对温度和盐度的变化 适应力强 已生长 在东海和黄海产量最多 很多人啊 都是来捡这个尼罗 而且回去就能吃 那也说明咱们这个地方 生态环境特别的好 也就是说 我们要善待大自然 那大自然就会 给我们一些回馈 就像现在 我们可以随手 就能捡到一些 我们非常喜欢吃的 野生的海鲜 这种柔柔大海 柔柔大自然的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你看 从这个角度看远方 周山琴岛啊 看得更清楚 眼周上面这是蓝天 白云 哎 重阳 你先别发这么多感慨 任务还没完成呢 剩下的两片海鲜 能找得到吗 跟我来 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啊 一看重阳 顺利找到了 跳跳鱼和尼罗 剩下的两样海鲜 可没那么容易找了 在它泥里还会跑 看来还是要求助一下 当地的渔民才行 找到了吗 这里没有那两样吧 十不好找 但是我帮你去照第一 帮你拿阿姨 那咱们帮你自己 再提交一下 就是陈阿姨 陈阿姨 啊 这怎么能找到这个海瓜子 啊 就在里面摸一摸 那你哪都摸 我怎么就没摸 外面也没有什么痕迹没有 有花的 会打花的 会打花 它从土下面 然后往上打花 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图案 就看着跟其他的地方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这里有很浅的花纹 看来这还真是需要考验眼力 手指这么高 然后往底抓 在这个地方吗 就在这个地方 可以吗 可以 这有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 必须洗得干净点 给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头还不小 这么大的海瓜子就已经算大的了 海瓜子 大小形状 非常像南瓜子 也因此而得名 刚捕获的海瓜子含泥沙较多 需要在淡眼水中浸养半日 带其土浸泥沙才能食用 四样海鲜 重阳已经找到了跳跳鱼 泥罗和海瓜子 剩下的那个是旺巢 还是螃蟹呢 这个我认识 这个我之前吃过 这个是旺巢吧 看到陈阿姨找到了旺巢 重阳也想学习一下怎么抓 不过这旺巢的洞穴相当深 而且同时会有三个以上的洞口 不是经验丰富的渔民 很难找得到的 我就看陈阿姨在泥里 抓呀捏呀 然后就拎出一个旺巢来 这个太难了 这个真我真学不会 自己找不到 那就拿陈阿姨找到的旺巢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 哎嘿 像不像一滴水 像吧 旺巢也叫章鱼 是东海一带著名的水产品 躯干近似球形 学习在海滩移动之中 旺巢肉质鲜嫩 因其特殊的生活习性 故此得名 婷婷 四样 前不着急 我看看 这条鱼 海瓜子 尼罗 还有旺巢 行啊 怎么样还不错吧 不错 但是有些是你自己找的 有些是阿姨帮助的 那些不是我找不到 那些太难找了 是 那勉强算你合格吧 那我们知道五样海鲜里面 还有一样螃蟹 这样是没有的 要等潮水合适的时候 出海才能够抓到 出海 这个好 在等待出海的时候 明明要带着重阳 领略一下定海的风光 在定海的群岛当中 也会有像这样的山谷 让人感觉像是来到了西南山区 在这样幽静的山谷之中 喝喝茶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不过到了定海 最有特色的 当然还是群岛风光了 刚才呢 曾经写过一个牌匾 叫定海山 寓意是海定波宁的意思 定海就由此得名 那我们座山呢 有1390个岛屿 定海就有128个 像这样的地形 在全国都是无一无二的 这些可能对于生活在这的人来说 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对于像我这种游客 这种感觉就好像来到了一个童话世界 处处都是新奇 明明 你看这么多都是海岛 那居民的出行是不是很不方便 没有啊 非常方便 你看像这样的船 随时都可以走 但是根据路程的远近 它价格是不一样的 像半天的话 大概是三四百块钱 那如果你不管时间 那边还有买票上船的 一个人五块钱 有固定时间 也就是说 这个海面相当于咱们城市里的马路 然后咱们这种船呢 随时走的船就相当于海上的出租车 然后那种有固定班次的 就相当于海上的公交车 对吧 也可以这么形容 在定海转了一圈 也到了可以出海的时间了 明明和重阳坐上了一辆海上出租车 来旅游的游客 也可以坐一艘船出海 沿途观赏海景 同时也能看看渔民捞螃蟹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就是捞螃蟹的渔船了 那捞螃蟹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看来重阳对捞螃蟹的网比较感兴趣 当地渔民就是用这样的网来捞螃蟹 把它们用绳子串起来 沉入海底 过上两三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起网了 到了期网的时间 重阳和明敏要上渔船看看 这次下网的收获如何 看着好像拉这个绳子非常容易 其实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您捕多少年线了 线往一个个背捞上来 船舱里也有了收获到的螃蟹 在船舱旁边会有这样的小洞 个头小的螃蟹就会从这里爬出去 重回大海 这是渔民们环保的一种做法 这为什么有的蟹这么红 然后有的蟹是黄的 这你都不懂了吧 就像你穿橘红色衣服 我穿黄色衣服 这蟹 我跟你说 这种好 这种什么地方都有一种 原来生长在石头附近的 颜色会红一些 其他的会黄一些 慢点慢点 哦好快 它好一点 它好一点 看看 人的绑螃蟹的手法 就在我的眼花浏览之中 大叔的这个皮筋都已经绑完了 绑得跟市场上卖的一样 来我来试一个 我来试一个 重阳也想来试试怎么绑螃蟹 可是把螃蟹拿起来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呢 为了半片的劲 重阳总算是把螃蟹拿在手里了 我们来看看啊 它能把螃蟹绑成什么样子 来来来 怎么绑 看刚才大叔绑了它 我可以 你的字包就不落了吗 它叫做 咱们啊 不想 不能不想 你把它嘴巴给绑住了 脚还往前面顺了 你看绑 虽然还是不会动了 我绑的这个 估计没人要 拿到市场上 让我们看看 重阳和当地渔民绑的螃蟹 真是有差距啊 那是来的 是是说 我们得回去了 渔船要赶在潮水上来之前靠岸 不过 重阳的那五样海鲜 总算是找全了 来到丁海 不仅能够看到美丽的群岛风光 那还能够吃到正宗的野生海鲜 在体会海捕乐趣的同时 我们还感受到了渔民们的辛苦 正是渔民们的辛劳付出 我们才能够在平时吃到那么多 美味的野生海鲜 吃得像这样的野生海鲜 我们一补上来就能够放心的吃 说明咱们并海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它 保护它 那有美景有美食 才会有美好生活 也感谢敏敏这两天 带我去了那么多 好吃的好玩的地方 也欢迎下次再来并海 美丽中国行生态乡村游 我们继续出发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